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這個民國年月日週期 假設這個資料裡面它有四個資料 可是這個四個資料我如果希望把它切割成四個 因為它在一個儲存格我希望把它分開 一欄變成四欄把它分開來 可是分開來的話你第一個會想到我要怎麼把它直接取得 那如果直接取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分開嘛 分開的話當然有幾種做法 要不就是你用什麼呢 用那個我們後面會提到的YMD Year 函數跟month 跟date這三個函數的話 意思就是怎麼樣 可以直接抓取你某一個儲存 日期實驗函數裡面 比如說Year的話 如果你有Year呢 把sero number值的就是你的那個 日期給他 他會回來回來給你什麼 就是這個日期裡面年的部分 那month的話顧名思義啦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抓 這個 某個 日期 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那個月份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給他這個sero number 按確定 有沒有 12月就抓回來 那日的話呢 用date 剛好就抓到後面 25 所以其實 Year minus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三個函數可以分別抓一個日期裡面的三個資料 可以把它分開來 對不對 不過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個問題 民國年 假如說我今天在這邊好了 我直接用什麼 用Year好了 OK你想說用Year來做 的話會有個問題 sero number 按確定 他回來是2017 那怎麼辦呢 你要把他變1106 那怎麼辦 你想把他減 1911嗎 這也是一招啦 不過 可能 不是 比較好的方式 假設啦 那你這邊可以用減掉 19 1911 當然他旅程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 因為你本來是一個日期 他回來假設會是這樣 像我剛剛講的 那你可以按右鍵出的格式怎麼樣 把計算完的結果有沒有 按確定 就是改回什麼 他回來可能因為日期的計算 日期計算完 他返還回來 他以為你這個格式也要是日期 所以他幫你格式化整日期 那怎麼辦你可以自己再改回通用按確定 好他會106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後面還有呢 月的部分怎麼辦呢 月 06 那如果我要06的話 那你一樣嘛 用那個 MindState 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週期的話呢你可能就可以用weekday 不過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我教各位另外一招 除了用 YearMindState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用一個方法 當然你你如果把它當字串來切割的話 前面不是 假設我要前面 三個字的話 那如果我把它當成一個字串 來切割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面的字呢我可以用mid Middle 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我要抓幾個字 放到哪個儲存格 可是問題 特別是我們方法2 剛剛是第1個用 YearMindState 第2個方法的話你可以用 用那個 我剛提過就是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 的Lapt 比如說我今天用Lapt 那Lapt 他問你說你的Test在哪裡 那你就選這個給他 然後呢要幾個要三個字 不過 光第一個你就會發現怪怪的 這個 有沒有 它裡面明明是長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現在顯示的是這樣子 我剛提過 雖然表面上看到的是什麼 是這樣的格式 可是實際上Excel裡面 它存的還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用Lapt來切的話 它又會現出圓形 所以你要切的話 假設你以為你切的是 前面三個字的話 你按個確定你會發現 切完變成429 為什麼因為他就把 數字的前面是三個幫你放進來 那就不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重要這個工作裡面也常常遇到 就是說呢你剛好要切的是一個日期 可是它卻 裡面是一個數字 你切完之後就不是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跟背後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有一個方法 請你配合什麼呢 配合那個一個函數叫TES 前面好像我們有講過就是TES 你可以在這邊插一欄 然後呢 這個地方如果說你將來 希望 真的把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真的幫你轉成一個 文字 而不是 還是原來的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一個TES函數 那轉換的方法特別是這個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你將來的 只要看到格式 你要真的把它轉換 成你要的東西 你要處理的東西的話 那你 第一個 記得就是 假設我這邊先插入一欄 然後呢 我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按右鍵儲存格式裡面的制定這邊 這裡面的類型有沒有 這個公式按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叉環數 找到文字裡面的TES 這個TES好像我們有前面用過了 按確定 那Value的話給他 就是這個日期 Format TES 特別是 請你 先加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請記得 你不要直接貼 因為之前的同學是忘了加前後雙引號 沒有加這個雙引號的話 他最後會錯誤 那你會發現 其實TES主要的用途是什麼呢 他真的幫你把 裡面的日期本來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真的就轉換成你需要的文字了 OK 那如果你真的轉換成文字之後的話呢 你這個時候呢 再利用把它 因為他已經幫你轉文字了 所以你 接下來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你需要的像什麼Labs 有沒有Labs 前面三個字的話 假設我123 那你選這一個 然後呢 前面三個字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真的顯示成文字了 其實有點像是利用什麼 TES真的幫你轉 所以未來 如果你只要遇到 就是說 你看到的 跟你後面要抓的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先利用TES先幫你轉換 轉換之後再來切割 就不會出問題了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 因為工作裡面很多地方喔 就是你 奇怪 你看到的奇怪 你要 切奇怪就切不對 原因很簡單 因為 你沒有真的轉換成那個文字 所以你沒辦法去做切割 那這個時候按確定之後 你會把Labs OK 那月的話呢 就是剛好我們用 不能用Labs 我們用Middle 所以這邊的話 你往下可以用Middle 那Middle的話 一樣把這個文字給他 那我要從第幾個字呢 從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所以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剛好就06按確定 那後面這個公式都一樣了 所以我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日的話呢 就是應該是從第 應該是五六七 第八個字吧 取兩個字 按確定 OK 然後的話呢 再來應該就是 周期的話 應該就是第11吧 所以我們直接第11 我不知道的話 再插入函數一下 他會預覽 看一下 沒問題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有沒有就可以 把它 正確的切割 那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其實工作裡面 還蠻常遇到 就是說 你看到的東西 你沒辦法做一些 你要的部分 的 截取 我主要原因是因為 尤其像日期 因為你沒有真的把它轉換成文字 所以你要轉換的話記得 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叫TESL 標準流程 1 先按右鍵 儲存和格式 把這個先整個複製起來 2的話呢再插入那個TESL的地方 有沒有 把那個東西 放在這裡 不過記得前後 一定要雙引號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大家 housing 谢谢观看